遇到几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路径 这个路径是写固定的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你要换一个位置的话 那其实会是一个麻烦 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不可能说经常在这边更改你的路径 或者是说你可能路径 假设换一部电脑的时候 可能桌面有的时候呢 它的桌面有些电脑可能就不是这个位置 而且user也不是这个 那当然会展现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最好是我们就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假设我今天要改成 就是说一执行的时候 我就让它显示什么 不是写固定的 而是跳出一个视窗 那个视窗叫Fire Dialog 那特别主要这个Fire Dialog里面有两行 我就可以利用那两行 帮我去抓到那个路径 那特别主要这个Fire Dialog里面 比较重要的其实这个程式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不用10倍 为什么因为它其实都会自动产生 你只要记得Application就可以了 你点下去之后你打一个F F之后的话你会出现什么Fire Dialog的属性 这个其实会自动产生的 后刮虎 你就前刮虎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它这边就有好几个屏好几种那种 让你可以选择的模式 它问题说你这个Fire Dialog顾名是一码 就是档案的那个对话方块 那你要用哪一种啊 请问一下你是要选什么啊 是要选档案呢 还是要选资料夹呢 还是要开启某个档还是要存档 当然因为我们是要什么 要什么选 选那个资料夹 所以特别是什么Furder Pick 如果你要选某个档案就是Fire Pick 顾名思义 OK 那么选这一个后刮虎之后 那最后记得点什么 点Show Show这个方法就是 把这个Fire Dialog叫出来 点Show对不对 它就跳出来了 那跳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就会去选 选什么 选一个目录嘛 因为只能够选目录 选完目录之后按确定 那那个目录呢会丢给谁 选了之后 那你要丢一个结果给我 所以我前面有个Expace 这个Expace指的就是 我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就是要去接什么 接使用者到底选了哪一个 哪一个目录 那我怎么知道要选哪一个 实际上呢 其实这个程式写的方法 跟前面差不多了 一样是Expace点什么 点那个Application 一样是点File Dialog 这边一样是选File Dialog 然后呢 一样是从什么呢 Fire Picker里面去选 所以呢点击下去之后的话 还会有纸物件 纸物件里面的话就是Slate Item 有没有 你必须因为前面是Show 对不对 Show出来了 那下一行是什么 它一定会去选 所以呢 你要告诉我选哪一个 那这边的话就有个Slate Item 那Slate Item因为呢 基本上哦 它只会选 因为目录只有一个啦 所以它就选了其用一个目录 那记得哦 这边的话呢 你就Slate Item 后面给它补了1啦 就是第一个 被选取的第一个目录 它会把那个目录的名称 丢回来给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这边我把它设个中段点好了 那VBA这个目录 假如说我执行过 执行它 它会跳出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去桌面里面找一个VBA这个目录 假设有这个目录的话 找完之后呢 我按确定 确定的话实际上 因为我有选了 所以它会对应到一个叫Slate Item Slate Item会把什么东西给我们呢 把这上面这个名称丢给我 就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有一个设个中段点 停在这里 那丢回来东西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这个Express 它就会是等于什么 C冒号斜线 后面呢 会多一个什么 它的目录名称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 后面有个什么呢 斜线哦 如果你这个斜线没加的话 那就会出错了 OK 这个意思就是你的目录里面 跟目录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跟目录 那很多人 都会漏掉那个跟目录的 这一个符号 如果没加 城市就错了 所以特别重要 那我抓到之后呢 那我就知道丢哪里了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其实城市跟上面是一样的 差别是怎么样 把这个有没有 换成Express 有没有 这个丢过来 但是扫一个这个斜线 所以记得后面有没有 And斜线 这个很重要 因为常常出错就出在这里 这个后面都一样 搬过来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哦 这个城市跟刚刚的城市 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FindDialog去选取 我要的那个目录 其他都一样 所以把它执行过 你把这边设一个多段点好了 停在这里 好移动 OK 它存档 那存档的话 特别是Express 一个斜线 因为这个后面没有一个根目录 然后一个假斑